你現在明白為何我們近日常常說村民怎麼想 就是因為王浩銘的那一句 村民不是這麼想 我是有很深刻的感受和理解 因為例如你看《七無事》 整套都是說村民怎麼想 你要看村民怎麼想 但是村民找我們來的 村民找我們來的 你就跟我們現在搞運動 或者搞本土民權運動的狀況就是一樣 你這件事很明顯是為村民做的 但是村民真的不是這麼想 村民不是這麼想 那你怎樣呢 如何自主 你怎樣呢 《七無事》裡面都會給大家一個答案 你不就去死吧 謝謝 最重要是村民贏了 最重要好像是結尾 最重要好像在最後離開的時候 回頭看回村民 最後村民贏了 所以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譬如說到這個 譬如像剛才我們第一節說到 《人在中環》說過的 是不是罵他 是不是罵他 就會令到他越走越遠 令到他反而站在對家那一邊 就是這樣 好了 這個當然是潛在這個風險